而财团法人台肥基金会日前捐赠花莲县政府500箱的海藻米乖乖 提供给社会处社会福利使用 而由台肥公司花莲厂长黄永达来代表捐赠 县长许正卫也代表受证 现场气氛温馨德纳 财团法人台肥基金会宋爱到花莲 日前捐赠花莲县府500箱海藻米乖乖 提供社会处社会福利使用 以关怀有需求之家户 由台肥公司花莲厂黄永达厂长代表捐赠 县长许正卫代表受证并回赠感谢状 肯定台肥基金会以民坚慈善力量关心花莲县民回馈社会 台肥公司花莲厂长黄永达表示 赠送500箱海乖给予花莲县府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 也为社会带来正向力量 许正卫则感谢财团法人台肥基金会的捐赠 也期许此一善举能吸引更多各界善心力量 社会助长陈家富说明 现在需要帮助的民众很多 幸福的资源有限 但是结合民间慈善团体将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本次捐赠由社会处结合在地社福团体 将于关怀访试或个案服务时提供物资 包含台北市市青儿福利基金会花莲服务处 得利青少年与儿童家庭关怀协会 中华民国就是慈善协会等10个单位 将给需要关怀救助生活困苦的家户及长者暖心的帮助 接着长方眼花莲师报导